在小道场有收尾打精进夫妻的居士 三个月下来没有太明显的感应 有时信心动摇 他请老上开示增强他们的信心 他一问我就吓到了 他们三个月的心不清净 所以得不到感应 怎么知道他不清净呢 他提这个问题 就知道他心里面的疑虑很杂 清净心念佛要不要求感应呢 不需要 有求感应的这个念头 有求佛菩萨心灵的念头 就把你的清净心破坏了 就不会有感应了 感应是不能求的 自然就产生感应的这个效果 如果有心求啊 就得不到感应 还有 纵然不求感应现行 生欢喜心 我们的功夫不错了 你看佛菩萨都来加持了 这不是佛菩萨加持 这是魔来加持 魔 变化佛菩萨来跟你开玩笑的 说明你们心不清净 心不真诚 如果真的是有诚意 有清净心 什么都不求 一句佛号念到底 也不怕死 也不贪生 什么时候 功夫成熟了 佛献琴 你 请求他 带你往生 办得到的 不是办不到的 纵然有寿命啊 你不要了 血气掉了 跟佛就走 这个事情 自古以来有 现在游念佛的同修 他也做到了 所以这事 不是难死 总要发真诚心 不要有侥幸心 不要有傲慢心 不要有习求心 这个都是杂心 杂心 怎么会有感应 都会有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